哎 南初呢 他怎麼沒來啊 南初 去做拍戲呢 回不來 我先坐會兒 坐會兒吧 李交官 你怎麼回來了 我已經拍完了 這麼快啊 想你 我也想你啊 你們先玩啊 我走了啊 哎 你也跟我們 一起玩唄 我就不啦 我回去還是對付 沈光宗那傢伙呢 他的劫病又犯了 你知道 我可是在他 偷偷溜出來的 露營夜里冷 把這個東西給你們 備得用啊 什麼不好唄 我以為 行 這兒不好 南初 放心吧 那我走了 拜拜 拜拜 走吧 我有好多话要跟你说 我有个狠头 什么 你先说吧 你先说 这谁啊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啊 大明星 我就问你俩一个问题 你们俩什么时候结婚 你怎么那么多问题啊 证明点啊 这里 伴郎系不去 干嘛呀 伴郎是你副业呀 这天要伴郎 我喜欢能伴郎 爸爸 这是谁呀 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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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叔叔们打招呼 是 您们好 好 好了 人都齐了 快 打招呼 开始吧 好好好 你先坐这儿吧 嫂子 走走走走 去那边 我再去那边 去那边 去哪个 行啦 去那边去 人家 人家喝点茶 熟了吗 饿了 等会儿 来喽 鞋子 放这儿 放这儿 把里边给他喝一喝 刀呢 刀有哪儿 大招呼 没事 没事 行 整点 今天忙 来不了 我们家大刚这工作吧 钱又少 活又累 手机呢 还得二十四小时待命 我每次想跟他说点啥呀 要么就是在开会 要么就是出警了 要么就是在训练 想找他办点啥事都难 我还记得我怀孕的时候 都是我自己一个人搞定 他是什么忙也帮不上 是啊 上次我跟齐活约会的时候 一听到铃声就跑了 那会儿我还得朝他嚷嚷 那个是隔壁小学 放学了 这叫条件反射 我家这个也一样 那听你们这么说 我们家还俩消防员呢 那日子过不过了呀 你俩其实还好 都是一个系统里边的 可以相互理解嘛 要不咱们就在网上 发个帖子吧 标题就叫 消防家属都来吐槽 这标题不错 那不都是自己人发的吗 怎么了 大灵 是不是因为夏医生不来了 闹情绪了 不来了 别多想 对不对 人家就是事业心强 忙工作的 人家心里边有你 你别瞎瞎 再看看吧 他如果在乎我的话 迟早都会来的 你差不多得了啊 人家就是工作忙没空 你别在这儿加戏了好不好 真行 当自己是悲情男主角呢 坐着干吗呢 穿串 细精 好 你真给自己夹那么细 真的 细精 对啊 不爱你 其实两口子过日子呀 就是拉拉扯扯 互相扶着 真要是遇到事了 也只能咬着牙一起扛 说实话啊 这次我婆婆生病 要是没有队里面这帮兄弟们帮忙 我和老方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们是不知道啊 老方的这个人嘴笨 有什么事都不爱说 总憋在心里 有一次 我看见他为了愁住院费犯的安 自己一个人偷偷躲起来抹眼泪 我婆婆甚至还说 要实在不行的话 咱就别治了 我真的 真的多亏了站里面这帮兄弟们 还有队里的领导 才帮我们过了这个坎 以前我还和老方开玩笑 我说你跟队里的队友们 在一块儿 比跟我在一块儿开心多了 他说这些都是他的家人 以前我还不太明白 但现在我明白 可不 你说咱们都坐在这儿了 是能换是咋的呀 我们家大刚也说了 他们这个行业的特殊性 就是要把后备都交出去的 咱们这些做家属的呢 就多体调 他们这些做消防员的呢 也抽空多顾顾家 这不就行了吗